在《世间法》里面,我们常常听到 真、善、美、慧 这四个字是九法界一切众生所追求的 这四个字跟大乘佛法所说的是一桩事情 如《华原经》上所讲的 真是真心 是一真法界 是体、是性 善与美是现象、是作用 用是善、相就是美 相是善、作用就美 可是要怎样才真正得到真、善、美的人生 那就必须要智慧 所以这四个字 真、善、美是苦 慧是阴 未有慧 拿你来的真、善、美